大家好,又是何鷹的蔡后萍 今次我们又要多谢英格兰超级联赛指定啤酒 Budweiser 赞助我的蔡后萍 先喝杯 我也很多谢这么多兄弟 上次都很供足我可以和Budweiser合作 希望陆续有来 上一次我们和Budweiser合作 就是说这个热刺对曼联 我们今次的蔡后萍又说热刺 爱华顿对热刺 其实我们又选择热刺的赛事 是绝对有原因的 正正因为热刺输给曼联之后 他们在英超级分榜的分数就越来越落后了 未来就真的再没什么失分的空间了 之前我和大家都计过一条数 如果热刺如果想继续保持前世的希望 是要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英超的赛程中得超过19分 但如果你想得超过19分的话 这一场对爱华顿最好就赢了他 但最终他们都是2比2打和了 之前我也有过节目 曾经预测过这场赛事是打和的 原因就是我当时说 我始终都是对热刺的后防线 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我就不估热刺赢了 但大家要看一场波会发现 爱华顿很重要的9号仔前方卡华里云 其实都没有正选 已经侵袭不了热刺的后防线 但热刺都要失两球而打和了 即是更加表示热刺后防线真是很差 上次对曼联的时候 因为摩连锣已经没有做到什么特别的压迫方法 去保护后防线 那今次对爱华顿 摩连锣有没有用过什么方法 去尝试过保护后防线的级数呢 那答案是 都有的 那今次用了什么的方法呢 我们现在看看正选阵容 一见到正选阵容 二次今天就看到是转了三中坚五后卫结构 即是由四个后卫变成五个后卫 加多个人到后防线那里 就想着人多好办事去解决后防线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都会说 摩连锣起码有想过的方法 态度起码比对曼联那一场好 但是出到来的效果又是一般 后防线都没有什么改进到 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热刺的失波 其实二次今天失的第一球球 和上一场对曼联所失的第一球球 差不多 本来都是救人防守的 但是骂人呢 都是骂得不彻底 上次就没有人去逼做支点的拉书福特 也都没有人追卡云尼 而今次呢 就没有人跟詹斯落迪股市 但是其实根本是救人 也都可以找到有个人 去骂着詹斯的 只不过呢 就是热刺的防守区域 安排不到这种的防守方法 或者找个人去骂着詹斯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大家看一看我 我解释给大家知道 我当这个呢 是詹斯 詹斯呢 他就是在进攻路线的右边 一路横切进来中间 这个位置 我这边是搜换员 这边来的 好了 那球呢 那球呢 就是由右边过来的 就是你们的左边 由左边过来 去詹斯这边 这样去接应的嘛 当时 好了 二次这边的后防线区域呢 是救人的 而其实也有一个人呢 防守中场呢 拳头 在这个位置 就是 何志比 在近处那边呢 那球呢 由这边来来 他在近处这边呢 是有防守区域的球犬在那裡 那就是说 其实在这边的话呢 何志比呢 就是最好可以用来迈来 去mark着詹斯的 这个位置 这样迈来 用何志比去mark 詹斯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他 在近处那边的球这样迈来 如果可以的话 他可以立即就是解围了 那这样呢 詹斯就连个球都拿不到 好了 如果 这个何志比 何志比 真是解不到 为个球都可以去到 詹斯那边 詹斯拿到的球都好 何志比呢 只要轻轻横移过来呢 就已经可以在詹斯前面 挡住他的射门了 那有机会挡住射门 也有机会呢 就是解围 这两个好处了 那但是 热刺的何志比呢 他不是这样做哦 没有热刺的 后防线球员 或者是一个领导者 去提何志比 他会为你弹出去 马克詹斯 没有这件事 没有做这件事 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是找本来进攻 回来防守 的 这个呢 是利古朗 回来马克詹斯 找利古朗 回来马克詹斯 有两个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 你本来后面都救人 你都要找他后面再冲回来 去马克这个 准备射门的人 你说是不是 就是有点愚蠢了 第二 利古朗 他是由进攻回来防守 那就是他会在詹斯后面 你在一个进攻球员后面 你怎么防守呢 那结果发生了一个问题了 就是你在人家后面 就有机会困到人家的后脚 那便容易犯规 结果真的扔到詹斯的后脚 犯了规跌跌了 十二码 那所以就是说 喂 这个防守的布置呢 是很有问题 明明你是有人 但是你都不认识 而你是远远地找个 远水不能救近火的人 回来马克詹斯 整件事是很反智的 所以说到这里呢 其实是很可憐的 你明明救人 你也防守不了 就是喝一杯Budwiser 先订一订经 热刺的失波 就令大家都很不开心 不过不要紧 不过Budwiser 现在立刻令到大家开心 看一看 有东西送 大家由即日起 去到28号 Circle K 那里 买满30元 Budwiser 的产品 就送个斜背包给大家 另外 还有另一样东西送的 鞋袋 踢球有用 放到鞋进去出场 这个呢 就是大家去7-11 由即日起到27号 买满30元Budwiser 就送给大家 拿着入场 比赛就可以了 好 刚刚就说到热刺的失波 是12码 虽然这次犯规的动作 都是轻微的 但始终是因为热刺的防守区域 安排得不好 才会造成今次的风险 本来呢 找何志比 去Mark James 的话 就有机会不用失这球 不失这球 热刺就有机会赢 所以一次半次的防守失误 就变得相当关键 而且呢 其实失第一球之前 李策利臣也曾经试过轻轻松松的进入热刺后防线的中路 去到禁区里面再半单刀射门 幸好这次罗列斯有反应 是完全没有人看李策利臣跑进禁区的 也等于上一场对曼联而已 都是没有人看卡云尼进禁区 李策利臣和卡云尼做一样的事情 都是会成功的 甚至可能一些低级的前锋去做同一样东西的话 都有机会在热刺后防线身上成功 所以就是说未必是李策利臣和卡云尼的走位特别厉害 只不过是热刺后防线太过差了 应该安排哪个人在哪里 什么时候去mark对手 这方面热刺后防线的统筹真是很差的 说到热刺的第二个失误 又是这个问题 当时热刺禁区里面 都有两个防守球员 插进去的爱华顿进攻球员 只有一个斯古神 但本来应该要mark着斯古神的奥利耶 跟了一半又不跟下去 让斯古神轻松进禁区 是没有压力下接应全中而射门入网的 其实爱华顿的进攻 都不是很特别的 都是普通的全中 所以能够这么轻松入球 都是跟热刺的防守有关系的了 说到防守的问题 其实爱华顿的后防线 都是有问题的 爱华顿今天两个中坚 其实都出现了沟通上的问题 热刺两个的入球 都是明买明迷就挖入禁区 用高波转炸的 只要沟通得好些 谁解释到为扶回上去就无事了 但是两次我们都发现前面的中坚 是不够高帮的波 他应该是不扶 留给后面的中坚去扶 但是两次前面那个 都是腾起压力去扶 结果出现了两个失误 第一个失误就是前面的 挖倒下的波 弄到后面的拍档扶不了 跌了给哈利監尼 第二个波就是前面的 那個頂不到,後面那個頂到,但前面那個照升起 兩個撞在一起,火星撞地球的球又反彈給哈里簡尼 送禮物給哈里簡尼 兩個都是後防線的失誤給哈里簡尼,撿到雞 不過又這樣說,其實你在前面的中堅突然之間頂不到球 跌了下來我這裏在前鋒的位置,哈里簡尼那裏 突然之間跌下來,你要立即拿去射入 又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我們都是要稱讚哈里簡尼的反應好 準備得好,以及把握力是強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慶賀英格蘭國家隊 現在是出了一個這麼強勁的前鋒球員 我們都可以敬哈里簡尼一杯 但是除了這兩個機會之外 熱刺就沒什麼機會了 到底又是為什麼呢 都說了愛華頓的後防線是有問題的 熱刺為什麼都不能夠入多些球去贏了他呢 這裏我們就要說到進攻方面的問題 跟著我們就會發現 熱刺今天的組織不穩定 而且差過半場的組織也不穩定 愛華頓的壓迫力都不是很大 但是熱刺的進攻火力都不夠 這個當然就是因為他們今天用了 三四一二這個結構就不是很夠進攻點 前面那些進攻點的走位也是混亂的 熱刺就欠缺一個穩定的組織套路 而且很多時候都是不夠耐性 這個問題大了 不夠耐性大腳勾上去算數 變了很容易失控球權 相反我們會發現愛華頓差過半場 以及整體的組織都比熱刺穩定 愛華頓的組織就是比熱刺有耐性 這個重要 有耐性短傳做多些就穩定些有套路了 所以愛華頓即使是不會有哈里簡尼 這些禁世界級的前鋒 而他們自己最強的前鋒卡華利雲也不在 但是愛華頓所做出來的組織進攻 都是比熱刺有過之義務不及 而愛華頓顯示出來的進攻火力 亦比熱刺大 統計數字也顯示到 愛華頓的射門次數較多 中目標的次數亦多些 而83分鐘迪亞熱刺中堅後場交失球 亦差點搞到愛華頓可以贏3比2 這方面熱刺真的要檢討一下 為何你要哈里簡尼 孫興敏這些高級數的進攻球員 但是得出來的進攻火力 都是不夠別人好呢 讓別人可以拉上補下 打個2比2平手出來呢 你可以說愛華頓的球員傳送能力比熱刺好 或者是因為愛華頓的組織訓練比熱刺好 但是呢 我也可以用足球理論去解釋一下 其實今天雙方的教練 無論是安撒諾提還是摩連勞 他們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 都是自己後防線差 但是你會見到兩個教練處事的方法是很不同的 摩連勞就用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加個後衛去後防線那裡 打算填補回後防線的漏洞 以及補回一些級數 但是安撒諾提做的方法是有不同的 雖然愛華頓防守的時候 都是用5個後衛 但是進攻的時候 愛華頓會釋放蕭俄比 去前面做進攻點 變形做423日 保持進攻火力 盡量不希望就是為了防守 而犧牲太過多的進攻火力 但是摩連勞的想法就是 直接犧牲太過多的進攻火力去補防守 而今天的賽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去解釋到 其實你本身的防守力是不行的話 你加多個後衛下去 都未必是很幫到手的 即是效果都未必會是很好 或者進步很多 是只不過盡下人事這樣做 即是你說好少少的 所以你犧牲太過多的進攻火力 去為了後防線好少少 就不值得去做的 所以無論是車路士的杜曹教練 還是這個愛華頓的安撒諾提教練 他們都是在需要進攻的賽事當中 找回進攻球員去嚇串右後衛 車路士用奧道爾 愛華頓燒鵝比 用意都只不過是在防守的時候 下回來 夾回多些中間的位置 夾回一些防守球員 盡量減少空位就算了 進攻的時候 給回進攻球員燒鵝比奧道爾 去進攻點做回事 盡量不希望為了防守好少少 而犧牲太過多的進攻火力 所以雖然我都有說過 摩連奴今天都是好過萬元那場 有做過一下 希望改善後防線 態度好些 但在面對同一個問題底下 安撒諾提所選擇的方法 就是比摩連奴更加有深度 更加關心到攻守的平衡 就不會埋沒球隊的進攻火力 甚至你可以說 安撒諾提是用進攻取代防守的 但摩連奴是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結果雖然 埃華頓的球員級數是不夠熱次好 但安撒諾提就用他的足球概念 去彌補這件事 再簡單地說 安撒諾提的戰術是宏觀一點 富有彈性一點 而摩連奴的戰術就比較狹窄 還有做事比較呆板 而今天令我失望的東西 就是看不到摩連奴以往很強的那些針對性部署 大家剛剛都聽到我說 防守的時候 安撒諾提是用蕭俄比這個進攻球員 即是說 其實這個進攻球員 他防守的時候 他的防守的力度會比較差 也就是說 愛華頓右後衛那個位 應該是個缺口 但是你不見到 孫英文不停拉左邊去針對蕭俄比 其實之前愛華頓對阿仕奴的時候 阿仕奴是曾經針對蕭俄比的這個位置 但是熱刺今次是針對不到的 也是要歸咎回摩連奴的戰術死板 他用這個 是傳統的三中堅結構 傳統三中堅結構進攻的時候不變形 就是說進攻的球員 會通常進入中間自由浮動 不會有一個負責定了拉左邊的進攻球員 去針對對手的右後位 所以 就因為這樣的情況 而令到摩連奴沒有了這一方面 應該要今天做的針對性部署 然後我們看到63分鐘 摩連奴加進攻點 放棄三中堅結 可能是4231的時候 我本來那時候想 會不會孫英文打左邊 可以針對對方的右後位 但是再看清楚一點 又針對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安察樂提更加有先見之明 他是更加早一步 就拿走了蕭鵝皮 所以你63分鐘摩連奴 加進攻點下去的時候 你都已經是沒有得針對對方 人家已經用正中的右後位 S. Goldman 所以就是說 安察樂提的作戰計劃 就真的比較完善一些 上半場較有體能的時候 可以逼多一點出去的時候 要進攻型的時候 就進攻型一點 去到下半場要防守型一點的時候 他就換回一些防守球員 進來防守型一點 就真的那個步驟 做得好過摩連奴很多 所以就是說 雖然愛華頓是拿不到三分 但是因為愛華頓的球員級數 其實是低過熱刺的嘛 反過來他們令到熱刺拿不到三分 就是說愛華頓其實都算是成功了 其實我曾經都講過 就是安察樂提都不是一些進攻火力 或者破密集層次很好的教練 所以他來到這個年代 很講求進攻火力 破密集的年代 安察樂提都慢慢去執教一些 低一點的球隊 例如中上型班 拿波利 愛華頓這些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比安察樂提的戰術更加死板 更加保守 更加沒有彈性的摩連奴 現在是在教大球會的熱刺 所以你就會預示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這個摩連奴 是不適合長期教熱刺的 如果摩連奴這種教練 長期教熱刺的話 他就會有機會令到熱刺變成中上型班 即是降了gray 其實說到摩連奴他加盟熱刺的時候 我都跟大家說了 大家都是不要這麼寄望 熱刺在英超有什麼特別的成績 但是可以寄望摩連奴幫熱刺拿個杯仔 例如接下來的聯賽杯決賽 看看贏不贏到萬成 如果你說在熱刺 長期都拿不到冠軍的這個年代底下 找摩連奴來撿個杯仔 讓你振奮熱刺上上下球會的士氣 拿回一個冠軍的話 這個做法也是值得研究和同意的 但問題就是 拿完冠軍之後何去何從 很可能都是摩連奴拿了一個杯仔之後 他的劇本又重複回 短時間內又要離開一間球會了 現在我的希望就是 希望摩連奴真的幫熱刺 拿到一個杯仔的冠軍 之後呢 離開熱刺 大家就走回各自要走的路 摩連奴就教一些 適合他現在的戰術 概念的球隊 中上型班 或者是國家隊 只是打杯賽 而熱刺就找回一個 可以在套路上 在戰術上彈勝些 進攻營一些 可以更加有破物集能力的教練 去長遠幫熱刺成長 最後呢 就說到哈里簡尼今天是受了傷 當然大家會問 有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呢 對於熱刺爭奪前四的影響 就不大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來都是猜熱刺沒有前四的了 而當時我猜熱刺沒有前四的時候 我都沒有計過哈里簡尼會受傷 也就是說 哈里簡尼還在的時候 我也覺得熱刺沒有前四 那你如今哈里簡尼都傷了 也就是說 是更加快加速了熱刺 結束爭奪前四的步伐 好了 那跟大家說到這裡先 那我再次要多謝英格蘭超級聯賽指定啤酒 Badweiser 贊助我今次的sponsor 希望呢 陸續有來的 先喝杯 也都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我們很快可以再見 拜拜